以前我们一直用外国人的尺子来聊我们自己 我们从来没有一把自己的尺子测量自己是什么样 那么现在已经有这把尺子了 日前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教授高占成团队 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康宇团队 首次在世界范围内成功完成从端粒到端粒的中国人权基因组 获得包括Y染色体在内的高质量真实人类二倍体 以及完整无间隙的全基因组参考序列 名为唐瑶基因组 在人们的印象中 人类基因组图谱早已公布 为何唐瑶基因组的出现具有突破性 2月1号 中心社记者采访了唐瑶基因组的研究团队负责人高占成 他告诉记者 因为没有中国人自己的参考基因组 在过去几十年的临床实践中 所有的肿瘤 遗传病等测序诊断报告 均根据美国主导的高加索人参考基因组序列 来判定正常或变异 我就发现 呼吸道疾病 它有些综合症 同样一个综合症 确实要用的确实一个综合症 表现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就推测 我相信这个人种之间 同一个疾病 它会有不同的表现 它的根源在于它的基因的表达不一样 遗传病在高加索人群里面 它有个遗传病叫肺囊性纤维化 肺囊性纤维化是在西方人种里面 那个发射率还是不低的 而在中国人群里面 这个发射率就比较低 我们发现遗传病往往是参照 参照这个美国人的基因 人家有什么遗传病 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这个模板 没有自己的自主的基因组 你所参考的 现在觉得是别人的这个模板 高湛城决心要弥补这项空白 但是作为一个呼吸科的临床医生 研究基因组序列的决定是具有挑战性的 2020年 山西省林坟市中心医院 开始筹建高湛城呼吸病学山西工作室 并投入资金 高湛城以此为契机 组建团队 设立项目 亦以继日地深入进行课题的研究工作 那之前为什么别人就 其他的科学家就没有完成呢 因为端粒到端粒的全精英组的无分析的测序 实际上我们科学家从发泄染色体 发泄的DNA的双螺蟹结构 就开始对人类染色体进行的不断的 从小片段到大片段的测序 从90年到2000年做出了草图 但是还有8%的序列没有完成 它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限于技术的限制不能做很长的片段 限于拼接的算法的限制 也不能很好的去 从一端到一端无续的 无阶析的正常排序的这种 完成玄金组的检测 基因团队的我们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所 一个国家的一批技术平台 我们在一起组装 我们要测一遍一遍的 我们测到最多测到三四百遍 就是要保证它的这个序列的重复性 可靠性 可读性 保证它能够确实能够扩展出一段 真实的这个个体的序列 我们团队真是克服了无数的困难 大家是无悦无悔的 为这一个创立中国人自己的这么一个序列 去进行这个不吃劳苦的夜夜即日的工作 据介绍 基因组样本来自一名生活在山西省 一个古老村庄的健康男性何忠 这是明代红洞移民 及历史上有名的大槐树移民的起点 也是瑶帝的发祥地 高湛成说 根据组员分析 唐瑶基因组的绝大部分 为东亚人群特征 有望成为现代汉族人群的代表 刚才提到 取之于瑶都 就是这个灵魂 基因的纯洁度比较纯 也就是从上海五千年 对我们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起源 溯源 它的遍布 是有很大的很大的意义 就对我们中国人 中国的这个疾病的多样性 疾病的突变 基因的突变 遗传病的界定 甚至于这个行征 这个考古等等 它是一个 有我们自己的持之以后 它是一个突破性的 这个体系是一个突破性的 也是个里程飞的世界 去来建立我们自己究竟是什么样 也就是说 我们是中国人 你何以中国人 而且呢 我们也是在世界上首次完成了 46条染色体的 无分析的这个测序 我们第一次 可以比接国际 我们完成的单位体的 高质量的 这么一个这个 这个参考基因处 这样呢 也就给不光是为中国 可以做参考 也给世界做的参考 完善人主之间 基因的多样性的差异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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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